病房出现乱象 新竹有民众投诉 说有为核准的旅馆受理病房 但业者也随即出面解释 柜台电话响不停 防疫旅馆现在一防难求 因为迈入年底即将迎接春节假期 许多旅外国人早已超前部署 订好防疫旅馆 就怕赶不上春节返乡潮 但防疫旅馆数量有限 新竹就有议员接获民众投诉 议员说这家旅馆过去 曾是合格的防疫旅馆 但因为有违规被除名 点开新竹市城市行销处官网 名单里的确没有被投诉的旅馆 但被指控的业者也有话要说 当我们得到新竹市政府的防疫 助理的通知之后 我们才会发出这个定金通知单 请各位有排队的人来这个缴纳定金 我们收到定金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给予正式的这个 这个定房确认单 业者澄清没有私下接客 而且已经申请12月成为防疫旅馆 至于房间价钱涨价一千元 是因为春节营运成本高 提高的价钱只适用于春节期间 市府强调合格旅馆名单都有公告 民众千万不要预定没有核准的旅馆 但非常时期定房乱象多 大家想安心返乡 可要做好功课了 记者综合报导